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到 原来Freemason的幕后创造者 就是将来的我们 返回历史之初 创造不同谜题 给我们自己去解谜的一群人 并且他们命定会在2018年 诗篇118篇打开这个奥秘 因而出现所有Freemason 共同信息指向食安教会的现象 并且 又或牧师更进心分享 Freemason所隐藏的信息 就是主要信息的题目 自然常数派的关系 原来 行走索灵天路 从来都不是走直线 而是好像画一个圆形一样 围着一个圆心去画出一条曲线 所以 Freemason他们所创造的等级 是33级 于英文当中 他们是用degree 而不是level来形容 原因degree一词 与带相关 除了可以解作等级 也有角度的意思 例如 一个圆形是360度 也就是360度 而Freemason用33度 去形容他们由最初阶的入门级 到最高阶的领袖级 就是对比于食安教会建立的33年 这个是Freemason给我们的提示 原来 在命定当中 圣安教会33年以来 都是在人眼中看为走曲线 并且Freemason的标志 有着圆规各尺的图案 而这个圆规标志的角度 也是33度 又例如 主耶稣在世的侍奉范围 一直都走不出加利利这个大圆 也就是201月信息最初提及 位于不毁33度 33degree的一个大圆 在这里 又出现degree这个字 并且 主耶稣都是侍奉33年 在细福音当中 记载主耶稣所说过的33个比喻 与及主耶稣被钉死之前 行过33个神跡 因此与我们一样 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 地上的侍奉 亦是于世人眼中 看下好像走曲线 而不是走正路 亦因此 法利塞人 以至全个以色列的会众 亦要选择钉死主耶稣 并且我们之前提及到 黑门山就是代表我们的信任巅峰 而黑门山所在的地理位置 就是巴黎子五线的北位33.33度 和东京33.33度 是全球唯一一个中环33.33度交叠的陆地 上次主日已经提及过 全本圣经的4794节 就是文数记的33章33节 33.33 而将地球的33.33度化为海里 就是2012海里 指向2012信息 并且黑门山的高度为9230尺 对比熟灵颠峰923 而全本圣经第923节 就是创世纪31章49节 又叫米斯巴 意思说 我们彼此离别以后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监察 米斯巴 就是一个位于黑门山脚的地方 因此923 再一次对比黑门山 因此明显地 Freemason用上33度化为迷语 并不是偶然 而是为着成为我们的共同信息 让我们知道 在神的命定下 我们不是走一条直线 而是走一条曲线 而直着派的信息让我们明白到 其实 唯有我们走一条曲线 才能够完成神的计划 就是画一个圆形 创始成终 A left half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